大家都知道,七月半是中元节,俗称中国民间的鬼节。 在这一天,很多人家都要放盒灯,烧纸钱,以此来纪念对祖先的缅怀之情。 传说中元节的当天,冥界要放出全部的鬼魂,回乡探视。 民间大部分的家庭夜间也会减少外出,做回避来处理,以防看见不该看见的东西。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述的,就是一个七月半的灵异故事。 亲历者,白霞,长沙人。 白霞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,乡妹子,个性直爽,胆识过人,典型的女中豪杰。 之前她对于鬼神之类的并不决定相信,直到经历了那件事情之后,她才开始有了改观。 那是2013年8月21日,中元节。 白霞的闺蜜过生日,大家在KTV里边嗨到了晚上11点多。 嬉笑打闹当中,有一个姐妹就说,你们知道今天是鬼节吗? 晚上回去的时候可要小心点啊。 白霞不屑地冷哼了一下,哼,鬼,老娘才不怕呢,有本事让她出来跟我见个面,我保证不吓死她。 闺蜜们随便起哄,既然大家这么有兴致,那咱们玩比仙呗,看看是不是真的。 白霞就说,比仙在大学的时候早就玩过了,根本就不灵。 哎,你们要是真想见鬼的话,我开车带你们去梅西湖后山,听说那块有个坟地。 金白霞这么一说,在酒精的催动之下,八位姐妹一致决定出发。 今天大家开着三辆车,一路飞驰,从步行街开到了梅西湖。 那里是月路山的后山,有一大片尚未开发的山脉,没有路灯,全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。 这晚上看起来特别的阴森恐怖。 八个人将车停到了山脚下,沿着登山者踩出来的崎岖小路,开始往山腰上爬。 爬到一半,所有人都已经累得是汗流浃背了,坐在地上休息。 这个时候,就听到一个小姐妹惊叫了一声,然后疯了一样跳到了白霞身后。 怎么了? 小姐妹指着不远处一个白色的东西说, 有鬼,有鬼! 其他人吓得都不住声了。 白霞拿着手电筒走过去,一看,原来是一具头颅,就哈哈的大笑起来。 你个胆小鬼,一个头盖骨就把你剪成这样了。 说着,一脚将那头盖骨踢飞了。 一个多小时,也没有遇到什么灵异事件。 大伙觉得没什么意思,就决定回家。 当天晚上回到家的时候,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,白霞洗完了澡,就躺到床上准备睡觉。 迷迷糊糊当中,他就听到了自己家的二哈在外面疯狂的大叫,并且不时的撞门。 平时这二哈都是很乖的,今天这是怎么了呢? 白霞起来,打开了门,将二哈放了进来,诱导到床上继续睡觉。 可是没一会儿,二哈开始疯狂的吼叫,不断的在床边打着转。 白霞被吵醒了,就大声的吼道, 哈财,你再吼,我揍死你。 没想到这二哈也不听话,吼叫的节奏越来越频繁,出现了非常焦急的情绪。 白霞一瞬之间清醒过来了,他突然之间觉得不对劲,马上打开了床头灯, 就看见二哈对着门口疯狂的嚎叫,并且不断的后退,再冲过去,再后退,再冲过去。 如此反复的好几次,突然之间二哈一声低音,仿佛被什么东西给吓到了, 一下子跳到床上,钻到了白霞的怀里,而且不断的发出低沉的呜呜声。 白霞被这个情况可给吓到了,他赶紧拨通了爸爸的电话,要他赶紧过来。 刚放下电话,床头灯自然熄灭了,屋子里面陷入了一片死寂。 二哈已经完全没有了那呜呜的声音,头埋在白霞的怀里,浑身都在颤抖。 白霞几乎要窒息了,他大口的喘着气,手慢慢的伸向了电源开关。 当他的手触碰到开关的时候,他明显的感觉到了一个冰冷的东西,也在按着开关。 一声尖叫他跳了起来,向门口跑了过去,按下了总开关,灯还是不亮。 摇门把手,门把手似乎是像外面被锁住了一样,就怎么也打不开。 白霞一下子瘫乱在地上了,他浑身发抖,眼泪不断的流下来。 那声音颤抖的说, 对不起,对不起,我不该踢你的头骨。 那一刻他已经意识到了,是自己当天晚上在山上的那个动作,得罪了头颅的主人,才会出现现在的这一幕。 话音刚落,屋子里的灯亮了,阿尔哈从床上跳起来围着白霞断圈,门外传来了爸爸急促的敲门声。 当他打开门,爸爸就问他,丫头,怎么了?我在外面敲了十几分钟的门,打你电话就打不通,怎么回事? 白霞一惊,就说,爸,我在屋子里,啥都没听到啊。 然后他详细地讲述了晚上的遭遇,爸爸拍着他的脑袋说,傻丫头,今天是中元节,不能坏规矩,有些事是不能做的。 第二天,爸爸带着白霞去了梅西湖后山,在山下烧了纸钱,这事才算是完结了。 从那以后,白霞再也不敢半夜回家了,因为他真的害怕,有一天再遇上这样不干净的东西。